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必有多种语言视频 Multilingual subtitles available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刺威探险组 在日本 很多祭典都有流的马这种神仕仪式 流的的意思其实是战艺 而马就是在马上射战的意思 流的马是日本的一种攻马武术 也是骑射的传统艺术 流的马在古代原本是一种骑射演习 后来就逐渐变化成为武士竞技武艺的一种形式 古市的战争要求武将能够在马上 准确地将战射到敌人的烟喉 令到他们一战斃命 后来战争的角力越来越少 这种技术就变成流的马的形式在祭典里继续传承 成为一种神仕仪式 在4月尾的櫻花季节 十和田市会举办櫻流的马比赛 我们今次特意飞过来就是看这个祭典的 看比赛的人其实都不少 不过很多都是本地人 不见到有很多外国的游客 你可以见到参赛者全都穿传统的服飾 在马匹高速跑过的时候 可以新历其境 见到战手对着战把续一射击 其实站在旁边看都会觉得很刺激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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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传统的节目之外 这个祭典还会有其他的市民表演 而口行想吃东西的话 这里也有很多其他特别的地道小食 好像这些焦糖苹果那样 而我就试了另外一种地道小食 就是这种酵米棚 其实就是串烧的味噌饭团 都挺暖胃挺好吃的 当然鹰流的马当然不少鹰花啦 虽然今年天气暖得好草 所以鹰花大部分都已经开了 幸好在广场那里 都还见到少量的鹰花树 这集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见 本影片并非广告 全属个人视频分享 多谢你看完我们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喜欢的话请给个like支持下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可以按下个钟仔再看 thanksforwatching and see you soon Ciao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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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